我叫簡博洋 我跟我朋友是在高中時候認識的 我是東文強 然後我跟他認識了八年 那時候因為都很胖 一起跑步 健身 然後就是變成最好的朋友 我很相信他 因為他的為人很真實 對啊 這沒有在屁話 真的 第一眼見到你是否想要跟你當朋友 其實那時候我第一次這樣 也是在那個熱音色 你還記得嗎 我當然記得啊 對啊 然後 而且那時候我們 你就坐到我旁邊 然後我們都會問你 我問你說你姓什麼 你說你姓董 我說天啊 我怎麼 怎麼會姓董 就是這樣就開始了 你給人一種感覺就是 我是可以被信任的 好 OK 是否曾經不爽你 有啊 有啊 一定有啊 我先好了 那你先 我那個時候在熱音色的時候 你還記得你那個時候你組團沒有找我嗎 我就覺得 你是不是覺得我不行啊 沒有 那沒有選擇我 不是 我那個時候不爽你知道嗎 對 反正後來我知道你神經比較粗一點 我就想算了 換你 就是那時候我們調假 然後那時候不爽你 然後我那時候就不爽其 另一個人 然後我發文 你以為我在講你 所以你那時候 然後我就嗆回去了 對啊 就那時候啊 還記得當時我們冷戰這段時間 你對那段過去是否有心結 我沒有 我也是沒有 我早就放開了 我拜託 我擔心你會 記得 所以我才會記得 不會啊我對你有完全感 我也是 好下一段 我是否了解你 我覺得好像回到高中了 對 現在這種感覺好像回到高中了 對 因為我們一路熟上來就是一直都是在 我們一直都在 我們 參與對方的生活 真的 所以你就算要騙我什麼 你也騙不了我 因為我一直在看你 對啊 往死裡看的那種 沒有 就是也會了解你 不喜歡就是比如說 媽媽跟孩子說 你應該不熟哪一個人之類的 對對對 可能會感覺 就會有這種感覺 可能哪些女生 你會很怕那種類型之類的 他都喜歡那種夢幻你知道嗎 然後你喜歡自己戲的 然後你喜歡看歐美 是否知道彼此的夢想 設計 車類的東西嗎 嗯 有 車是 那我要換牌子 好我講你的夢想 好 你想要賺錢 但是你的夢想真的是想要 有好的經濟去支撐你的家人 可是其實我最想要的是當歌手 可是這個 這一直都是一個夢想 只是我覺得很不切實際 所以我就沒有體驗 只是他一直在我心裡深處 好想抽一動手 好啦 我跟你講我的夢想 好 我夢想我真正我很想要做航海 航什麼 航太 還有環境設計 喔 對 是否相信你會完成你的夢想 我真的相信你 我也真的相信 因為他是一個 如果他真的抓到他要的 他就是會一直去做你 我從來沒有跟你表達過 在我眼中你是怎樣的人 沒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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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你是一個很有魅力的 然後你是一個擅長社交的 你是一個 你可能不會 可是你樂於學習的 像你看你不會打哭 不是你愛打哭 然後你彈吉他那些 好棒 我覺得你是一個很有風格的人 我也很羨慕你一個個性就是 你今天決定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就是會 我不管你要不要陪我 我自己一個人也去 我要把它做好 然後再來你也是一個 很講義氣的人 因為我可能有些小事情 我PO個現實動態 大家就是看一看滑過去 可是你是會 看到之後然後打電話給我 所以每一次你打給我的 那個時候我都覺得好感動 你真的把我當成是 像你家人那樣 你是否曾經做過讓我感動的事 拿最近來講話 我生日 我以為你根本忘記我的生日 哎呀怎麼可能 然後我超難過 我想說我最好的朋友 竟然晚上還沒跟我講生日快樂 你那招是蠻屌的 我妹妹會說 你有包裹我下去拿 我跟妳妹溝通一個禮拜了 然後我下去的時候 看到一個智商在那邊 是這樣 看到你的時候我就很開心 我表情很冷淡 可是我的心裡很澎湃 我知道 我都知道你在想什麼 我覺得很感動的一件事情是 我跟我前女友分手的時候 那時候你陪著我 度過那段時間 然後 還有一個最感動的 是你陪我去收拾 那真的對我來講 是一個人生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不是基督徒 但是你願意 他們跟我一起討報 你也在旁邊 沒有一個朋友是怎樣 謝謝你成為我的朋友 嗯 萬中選一個就是你 你知道我幾乎所有事情 所以 所以 謝謝 接下來就是擁抱 這輩子很少抱的男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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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這個訪談是很搞笑 然後很high 就是那種波鈞一笑的感覺 可是 坐上去之後然後看到那些問題 我才發現 原來是要這麼深層的一個訪談 他說我是個很有魅力的人 我其實蠻驚訝的 因為對我來說他也是個很有魅力的人 譬如說他在需要的時候 譬如說他只是打一個溫什麼的 然後我去主動去關心他 其實對我來講我覺得是很正常的 就是關心朋友 可是對他來講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然後他其實都有放在心上 所以我還蠻驚訝的 我覺得都八年了還是能夠這麼好 所以我覺得也是因為經歷過一些挑戰 我是對尤儀是很相信的 在這一點 我希望柏洋可以就是 當我的最好的兄弟到我永遠 在 extraordin心裡 我們來講 尤儀都是媽媽 我中共比 Ses 吵